唐小舟知道黎兆平 晚上一定会安排别的活动 但他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 见大家酒喝得差不多了 借口说还有事 需要提前离开 在座的都知道他是个大忙人 既然他说有事 谁也不会强留 他因此抽身而出 来到喜来登门口 给孔思琴打了个电话 在哪儿呢 在阳光三地 还有谁呀 还有一个朋友 但他没来 我在等 唐小舟开玩笑说 男朋友 男性朋友 接着他又问了一句 你的事办完了吗 完了 那你过来吗 我还没吃饭呢 唐小舟愣了一下 过生日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那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约别人呢 好吧 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 我过去陪你吃饭 我在阳光三地 唐小舟没听过这个地方 这是在哪里呀 阳光三地 其实是一家西餐厅 主厅部分 是两幢建筑中间群楼的楼顶天台 属于普通的大厅 左右两边主楼 均有一些包房 分别在三个楼层 婴儿叫阳光三地 孔思琴订的包厢 叫了一个很古怪的名字 楚方 唐小舟进去的时候 对孔思琴开玩笑说 哎呀 你害了什么病啊 要我来帮你开处方啊 饥饿综合征 想到他没有吃晚饭 唐小舟拿过菜单点菜 他自己是吃过饭的 自然不需要点太多 考虑到孔思琴 还有一个朋友没来 便问 你的男性朋友吃过饭没有啊 要不要点他的量啊 我不知道 你打电话 问他呀 他已经来了 你自己问吧 唐小舟这才明白 他所说的男性朋友 竟然是指自己 既然是两个人 吃的又是西餐 自然就要点一瓶红酒 唐小舟将酒杯举起来 说 祝你 哎对了 我应该祝你多少岁生日快乐呀 他端起了酒杯 调皮的说 十八岁 他和他碰了一下说 你十八岁 我三十五岁 我是你叔叔 来吧 叔叔 祝小侦女生日快乐 孔思琴意识到 被他钻了空子 挥起粉拳 做事要打他 毕竟隔着西餐桌 只是被他的粉拳 推动的空气 大概沾了他的边 我才不是你的侄女 你当我的什么呀 孔思琴故作思考状 当老婆已经不可能 你已经结婚 当同事吧 太没情调 像一张白纸 就当一张材质好了 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材质怎么画呀 材质当然可以画 不过需要更细心 更用心 更具降心 哦 你说的三心 我都有 不过有一样东西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 要做到你的三心 一定得有足够的时间 这个我没有啊 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 是怎么说的 时间就像女人的什么 挤一挤 总会有的 关键看你去不去挤 不错 今晚我就挤了 所以有了 气氛很好 很浪漫 但唐小舟看出来了 孔思琴并不快乐 他再一次举杯 和他碰了一下说 三心朋友 来 快乐起来 有什么快乐 人生就是来受苦的 唐小舟 唐小舟 愣了一下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谈不上 不过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乐观的 你还不满足啊 你一参加工作 就进了省委办公厅 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十三年 现在才和你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进了省委办公厅又怎样 权力是一块蛋糕 所有有职有权的人都分了一块 剩下来的就只是一点渣子 唐小舟想了想 这话一针见血呀 能够分到大块蛋糕的 毕竟是少数 绝大多数人 所能够得到的 仅仅是蛋糕渣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大家才想得到更大的一份 才会想尽一切办法 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 然而唐小舟嘴上却说 你太悲观了 没这么严重吧 没这么严重 比这个严重多了 像我这种权力边缘人 连蛋糕渣都分不到 现在还年轻 也算是有点姿色 所以可以打扫卫生 将来年老色衰 连打扫卫生都没人要了 只能扫地出门 你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确实有人惹我生气了 或者说 我的气从来就没有顺过 我被这个权力场伤害了 你看看办公厅吧 每一个角落 都被划分了权力范围 每一片瓦 都有某个人的权力自留地 你说得太严重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接待处 你知道是谁的自留地吗 谁的呀 于丹红的 别说接待处 是他的自留地 就连接待处长 也是他的私人物品 越说越不像话了 你不相信算了 于丹红一上任 就把接待处长换了 现在的接待处长 以前是迎宾馆的总经理 省委的领导 在迎宾馆都有专门的房间 当时于丹红还不是秘书长 没有专门房间 总经理的房间就成了他的 那里就成了他第二个家 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我听谁说的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扫地吗 为什么呀 于丹红让我陪他 我不同意 啊 唐小舟暗吃了一惊 脱口而出 这是真的 权力场是什么 马克思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叫上层建筑 权力场就是一个建筑 一般人以为建筑 是由一砖一瓦组成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 常常听到一句话 革命同质是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可是你如果认为 身在权力结构中 你只是其中一块砖 那就大错特错了 权力结构并不是由单独的砖 或者瓦组成的 而是由结构建组成的 每一个结构建 就是一个势力团体 相互支撑 相互依存 亦融俱融 一损俱损 如果某个人出了问题 肯定不是这个人的原因 而是这个结构建的原因 只要这个结构建不出问题 组成这个结构建的每一个分子 只可能越来越好 谁如果不想成为结构建的分子 谁就无法在这个权力场生存 我就是一个例子 唐小舟真的对孔思琴刮目相看了 到底是研究生比 思维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啊 经他这么一比喻 官场变得清澈透明起来 所有的官场现象 全部得到了解释 但他不能沿着他的话意往下说 否则他的心里可能更灰暗 于是他说 你的话或许有道理 但我想人类社会 自从成为社会的那天起 就在建立社会规则 不管这种规则存在多少弊端 它毕竟是规则 任何人面对规则 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适应规则 要么改变规则 除此之外 恐怕没有第三条路 你可能会说 我难道不能回避吗 是的 你可以回避 但你走到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 都有其自身的规则 你不能适应一个行业的规则 很可能也无法适应其他行业的规则 我没有说过要逃避呀 虽然我觉得 这样的上层建筑 存在很大的问题 同时我也知道 这些问题 很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只要是官场 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或者都遵循同样的规律 都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建 或者说利益团体组成的 我也承认你所说的 面对这样的结构 你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适应它 要么改造它 对于普通人来说 改造它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 你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适应它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适应呢 不是我不愿意去适应 而是没有我愿意适应的结构建 这些结构建 全都是利益团体 你要适应或者加入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获得更大的利益 人家凭什么让你获得利益呀 这就像商场一样 你要获得利益 必须付出 必须进行等价交换 可是我不愿意和那些人交换 我觉得那是在自我侮辱 既侮辱我的人格 又侮辱我的智商 我想 若是被他们前规则 和被强奸摆在我面前 我宁愿选择后者 若是按你这样说 我麻烦了 权钱色三样 我一样都没有啊 可是在权力场中 永远存在两种人 一种是被结构的人 一种是建立结构的人 你就是建立结构的人 唐小舟立即笑了 我怎么成了建立结构的人呢 我无知无权的 我想 我没必要和你讨论这个 甚至没有必要提醒你 要建立自己的权力结构界 我只想告诉你 如果建立你的权力结构界 我希望 能为你出一臂之力 真的没想到 孔思琴竟然如此坦率 尽管唐小舟不承认 自己是一个有权建立 权力结构界的人 实际上 他正在构筑自己的权力结构界 比如和丁应平 郑雁华 李兆平等人的交往 确实就有这种意思 但是 在这个体系中 孔思琴算什么呢 如果说丁应平等人 可以在他的仕途 成为助力的话 孔思琴 大概不可能对自己 有丝毫帮助 有一点 他算是明白了 孔思琴 孔思琴在向他表明一种态度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适应这个游戏 如果一定要拿色进行交换 他愿意和唐小舟交换 而不是别人 唐小舟再一次端起酒杯 举到他的面前说 举到他的面前说 我真的很感谢 有一点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选中我呢 他妩媚的一笑 你不会告诉我 你不知道 良情择目而欺的道理吧 唐小舟和他碰了一下说 看来 在你眼里 我还算是一根 优质木材呀 不是优质 而是超优质 古瑞康 被人打伤 住进了雍华医院 古瑞丹打电话 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 唐小舟正在整理 赵德良的录音资料 这是唐小舟 给自己找的一项工作 每次跟在赵德良身边 他会带一支录音笔 将赵德良说的话 全部录下来 哪怕是吃饭 或者其他一些非正式场合 这是他当记者 总结出的一条经验 有些领导人平常说话的时候 妙语连珠 充满了智慧和幽默 一旦坐上台 做报告 就变得冗长乏味 这是因为平常领导人 很放松 在说自己的话 上台就难免端着架子 就像电视节目主持人 一旦上台 就说着编导的话一样 这些领导人所说的 是别人的话 是写作班子 替他们写下来的话 领导人最精彩的讲话 不在台上 而在台下 唐小舟将这些录下来 再将最精彩的讲话 载入档案 这不是办公厅资料室的档案 也不是省档案馆的档案 而是唐小舟自己 所建的档案 他所建的档案 不限于领导讲话 还包括领导参加各种活动的 一些照片等等 正在这一时 坐鸡响了 他以为是办公厅 什么人打来的 头都没抬 伸出右手 拿起了话筒 是古瑞丹 听到他的声音 他有点烦 什么事啊 如果是从前 他这种态度 肯定会引来古瑞丹 一通大火 最近几个月 古瑞丹显然在压抑自己 对他发火越来越少了 这让他觉得 权力真是个好东西 男人有了权力 即使你并不想驯服女人 女人也在你面前变得驯服 古瑞丹说 瑞康住院了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唐小舟才不关心 古家的人呢 如果可能 他宁愿从记忆中 将古字删除 毕竟 他现在和古瑞丹 还是夫妻 这事 他如果不装出 一星半点的关心 可能会引发后患 啊 二哥住院了 什么病啊 不是病 是被人打了 啊 这一次 他吃惊了 就算他不是自己的二舅子 是别的什么不相干的人 被打得住进了医院 他一样会惊讶 他声音提高了几度问 怎么回事啊 好好的 怎么被人打了 哎呀 现在还不太清楚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唐小舟原本想说没有时间 再一想 太不尽人情了 他想了想说 上午肯定不行 老板正和春河书记谈话呢 要不 看中午怎么样 你中午一点 再给我打电话吧 他说的是实话 赵德良确实正和纪委书记夏春河谈话 今天 唐小舟得到一封举报信 以前 他也曾收到过很多 这类新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